朋友们好 经过这么多天的休息 我终于牙扛了 基本上都好了 但是咳嗽还是会有咳嗽 还是喉咙有胎 咳嗽还没一直好 所以我前段时间也听到一个专家说 你牙了以后 就好像得了一个大的感冒而已 大家不用太担心 但是我觉得对这个专家 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得了新冠以后 跟大感冒还真的区别很大 首先一个区别呢 感冒的一般周期是一个礼拜 一般三四天以后 基本上症状都结束了 比方说你有感冒的时候 大部分人就是流鼻涕 打喷涕 红楼难受 这些症状都会有 我一般感冒了 讨在床上 讨个两三天 基本上就差不多好了 然后一个礼拜 症状就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新冠呢 说成是一个大感冒 我觉得这个专家是真的确实有点 有点糊弄人了 我感觉 因为新冠得了以后 还是感觉 比感冒严重很多 首先一个严重呢 感冒是不会引起死人的 但是新冠有 你要是不注意 就会引起死人 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上海地区 我们就周边吧 我们照明家告诉我的 一个呢是一个 十八岁的一个高中生 他连续发烧塞贴 后来就直接挂了 这是一个高中生 十八岁 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三十八岁的中年人 然后呢 前三天以后 症状怀疾了以后呢 去洗澡了 也许有并发症 猝死 所以说新冠不能大意 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新冠得了以后 还是有很大的一些 就是说威胁系统存在 特别有呼吸急促 呼吸不臭 现在因为医院里人为患 也就是说医疗资源 现在很紧张 所以说去医院里 你要去上呼吸机 去看这种病 配这种药 都会比较困难 所以特别家里有老人的话 我建议 一定要缺老人 少去公共场所 尽量避免跟 杨姓的人接触 这样的话 有利于这次疫情 能平稳地度过去 前两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看得我也是泪流满灭 说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老父亲 杨拉 录了一堆音频吧 给他儿子的 他说他儿子的是在烧海工作 然后呢 录了一堆音频 跟他儿子交代一些事情 他说 儿子啊 昨天的后背 我感觉就是呼吸困难 急促 我怕我要挂了 所以给你交代一些事情 说你赶不回来 就不要赶回来了 因为旅途啊 一路比较遥远 而且也耽误你工作啊 然后我真的挂的话 你把我就偷偷地埋了就行了啊 就尽量低调一点 然后呢 我在潮头柜呢 还有一本《存者》里面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的 就是说一笔钱了 老父亲临死之前 或者临终之前 想到的还是儿子 然后买脸的不舍啊 真的就说 儿子我这次估计挺不住要挂了 然后爸爸也很爱你 这句爸爸很爱你这句话 作为中国人都比较内敛的人 很少会有老父亲 对儿子说爸爸爱你这种 不像西方人那种 对爱表达的都比较直接 让我看了也特别感动 特别是真的是很久没有 出到内心的那种烧感 也就是说这次的疫情 确实老父亲想到自己 快不行了 那种舍不得很 儿子然后又给自己儿子 留了一笔钱 然后让儿子 就是说姐在那埋了 就是说美妮的亲民 能给我烧点纸就行了 后来这个视频 老父亲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他就把自己对儿子的那种 临终的音频录下来 这个音频发出来 我觉得对我还是非常有感触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一波的疫情 家里有老人的话 有条件的话 能配一些特色的特销药 所以特销药现在进口都要2000多块 好像北京有卖 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卖 而且不是实 你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我觉得能买得到 我觉得给老人备一点 或者能有条件 能给老人哪怕得了 打的特销药 我觉得你有这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为老人准备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很多人说了 就是说压了以后 找压找好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对 因为很多人得了一次又一次 第二次的也有 三次的也有 就是你越得后面去对身体 是我个人感觉越有烧害 所以说还有一个我老婆告诉的一个故事是 一个18岁的高中生 像我一样一解册 就是说阴性了 就去打来球 打着打着的过程中就猝死 所以压了以后的朋友们 我个人建议就是说 尽量体制不行的人 拜个月内不要洗澡 一个拜月内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 希望我们都能顺利的度过这个困难期 也新的一年祝所有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 何家幸福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 拜拜